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内文说到 在一堂组织行为学的碩士课程里面 我的看法遭到一位代课教授反驳 而这个反驳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时我们正在研究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他针对我的一个论点提出了质疑 我后来明白他是对的 我对上帝的看法需要重新调整 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 因为他令我重新思考我对上帝对人类指引方面的理解 彼得刚刚承认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 而耶稣亦都说这个乃是天父指示他的 但是仅仅几节之后 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耶稣告诉门徒听 他必须去耶路撒冷 受很多苦 而且被杀 第三日会复活 第二十一节里面他必须去的希列文动词 是DEI 意思是必须的 耶稣必须经历这些事 为了实现救赎计划 耶稣的受苦是绝对必要的 彼得没有办法将这些观点和他预设 尼赛亚应该达成的目标联想在一起 于是彼得就拉着耶稣 在马太福音16章22节里面 他拉着耶稣 愿他说主也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彼得使用了双重否定的口吻 万不可 试图令耶稣相信这个不是正确的方法 这样彼得就站在撒旦的立场上面 试图将耶稣从十字架上拉开 可以参考马太福音4章1-11节 耶稣意识到仇敌的意图 并且发出严厉的谴责 马太福音16章23节里面 耶稣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耶稣接着解释彼得的心思不是看贴上帝 而是看贴人的意思 这个在23节里面记载的 在那一刻 彼得成为了耶稣救赎计划的半脚石 而在属灵的道路上 我们都必须韩服上帝的旨意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 上帝更关心的是我们的救恩 而不是我们的安日 让我们相信上帝的眼光 因为为了达到救赎的目的 他知道什么是必须做的 内文分享到这里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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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